每一個組的實驗都不一樣 所以盡量用你們自己專屬實驗的銷槽 通常會拿兩個 然後通常第一次就要清裡面 因為有時候裡面有會塵 然後用水 這是二次水 然後四勁時盡量不要浪費 我會捲成這樣子 然後這樣燒水 然後去吸裡面的水 這樣就不用確保說 每次要用的話就要抽好幾張 然後出現這個頁面按OK就好了 然後等它下面泡又出現使用者筆記 然後你們每次做完實驗記得要按XX 因為這是你們 可能是你們統計的 沒有按XX 會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然後開心答案就按File 然後New 然後測量的資料夾 然後我們是都存在315這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我們是 這個資料夾你們可以自己開 就是在315 然後你們自己開 我們是Tales 你們應該是用這個吧 這邊 就先用我的 然後 檔名什麼你們自己設定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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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儲存 然後就放大 然後 選擇你們要測量的條件 就按Mesure 這個 有嗎 嗯 然後Main 是Main 第一個 選擇第一個 有嗎 然後 檔名就隨便 就是你的樣品名 隨便你們是什麼 就依你們實驗室什麼為主 然後材料就是 通常是用這一個 這個 這個 是我們的材料 然後我們的懸浮液 懸浮液 懸浮液就看夠了 你們實驗為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今天是臭水 那有時候 可能 你們要的懸浮液這邊沒有 你就按增加 然後 樣品的懸浮液或容易 這個 然後選擇名字 溫度 黏度 然後摺色度 摺色度你們要先去測摺色度計 然後黏度計 樓上有 但是 你們應該還不用選 對 然後這個 這個就不要理他 因為 我們也沒有測這個東西 我們就 打1.0 這樣子 然後就按OK 就好 然後 水嗎 已經選好了 你看你手機 幹嘛 等我一下喔 好喔 然後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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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25度 然後這個是 穩定的時間 看你要穩定多久 我通常是 0 然後1 就看你們 要穩定多久 然後 通常 基本上都是這一個 DTS 0012 對 然後 有些人會用不同的 所以 我們 都應該是 側力量都是用這一個 然後 然後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要測 DATA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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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電位會用這一種 但我們也有 只如果這台不能測 DATA電位 他要去紅光測 我們是去紅光測 對 然後 這個是選擇你要不要三重複或一重複 三重複就按3 一重複就1 我們測一重複就好 然後這個是自動 讓他自動去跑測量的部分 然後這個後面就都不要理他 因為他是輸出結果 那個不能輸出的 然後再檢查一次說你們的條件是不是都是對的 然後就按OK 然後就裝我們的樣品 如果你們今天只是示範就有示範 然後通常我測啊 我裝樣品 我會用這個盤去測量我要多少 就這樣 通常是用低管 我用低管 不想讓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都有看到嗎 然後有的液體會有起泡劑 對 然後你就要小心不要起泡 但是我們是水 就給你看 然後加不會超過這一條線 就是這一個盤的線 就是會低於這個線的下面 有看到嗎 就是這一個的下面 上面那個樹枝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有幾個盤 你有幾個孔啊 那個比較厲害 那不是重點 然後啊 測這個打開 喔 你們剛才看的都是紅光嗎 你們看到紅光的時候代表你軟體還沒打開 你軟體打開它才會變綠光 綠光的時候才可以打開 紅色光的時候都不要開 然後會可以對這一個 就是可以告訴你太高 最高是到50 11.5公分 最低是1公分 對 它有這個線索 你可以拿來對一下 然後像這個 呃 差不多有超過 你就可以洗掉 對 差不多這樣 有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 放進去之前啊 有時候要把它擦乾 因為有時候這邊會有灰塵什麼的 你就把它擦乾 或是 你剛才不喜歡滴出來的水 之類的 把它放進去 然後這個蓋子啊 要對著三角形對三角形 都有學吧 然後確認一下它不會晃動就可以了 然後再按STAR 然後難得跑 然後再按STAR 然後通常做這個實驗啊 就是等 就只能等 開始 好 好 分辨 過 中文字幕 李宗盛